- 嗨,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最近收到很多身邊的朋友 還有我們也看到我們的影片 下面很多留言 網友都在詢問說 ZenFone 7跟ZenFone 7 Pro三個規格 到底要買哪一台 很多人都在觀望也在猶豫這個選擇 那這一集就不會著墨在介紹 ZenFone 7的各個特點還有規格 而是和大家聊聊選購建議 因為很多人可能要趕著在8月31號前下定 才來得及有早鳥優惠 那規格我們就放在這邊 讓大家看幾秒鐘 那接著看到優惠活動的部分 8月26號到8月31號 ZenFone 7的早鳥優惠是郵政禮券的2000塊 那ZenFone 7 Pro的早鳥優惠是郵政禮券3000 那郵政禮券是什麼呢? 它的效用其實等同於現金 你拿這個券以後就可以到郵局裡面去兌換現金 所以21900的手機直接變成了19900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蠻有誠意的 因為像ZenFone 6的時候也有送一些贈品 我記得好像是送三四個還是三個吧 但是我覺得不見得每個人都會那麼剛好用到你給的那些贈品嗎 你還不如直接退現金 這個真的大家覺得非常有感 而且推的現金還真的蠻多的喔 那再來看到9月份的活動 9月1號到9月30號 買ZenFone 7 Pro就是送ZenGimbo 那ZenGimbo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手機的電子三軸穩定器 也是華碩第一支電子三軸穩定器 就是可以把手機放在上面實現更穩定的操作 那它還會有些其他的操作技巧跟運鏡可以去達成 我覺得最近大家比較把目光都放在了ZenFone 7上面 比較少有去看到這個產品 但是我們上一部影片就有提到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好那總之你要注意喔 就是ZenFone 7 Pro才有9月份的活動 ZenFone 7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你要買ZenFone 7的話 要趕快在8月31號前買你才有辦法得到優惠 所以在9月份你就沒有其他活動 應該不可能會這麼划算了 按照以前的管理來講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另外就是還有很多人誤解 ZenFone 7 Pro 它以為ZenFone 7 Pro同時有三軸的禮券 還有三軸穩定器 就是拜託沒有這麼好看好嗎 如果你這樣算一算 不然是太便宜了 我想大家都去買Pro了 沒有喔 這兩個活動的時間是分開的 你只能擇一參加 好那ZenFone 7 Pro 你可能就是要評估一下 你要3000塊的現金 還是要三軸穩定器 以這個三軸穩定器 ZenGimbo 它的定價是4990 接近5000塊 但是其實以手機的電子三軸穩定器來講 這個定價是稍微高了一點的 市面上如果拿3000塊 你是可以在其他牌子買到很陽春的電子穩定器 那如果是3000到4000的話就會有更多的選擇 華碩這個ZenGimbo當然有它的特色啦 像是它可以折疊到很小 然後很好攜帶 然後採用的是USB-C的充電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運鏡 詳細我們也沒有玩很久啦 所以但是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 那還有一點要考量的就是 ZenFone 7它的重量達到了230公克 其實這對很多便宜的三軸穩定器來講負擔是很大的 很多穩定器超過200公克的手機可能會hold不住 它就沒辦法平衡了 或是對它來講負擔會很大 你在移動的時候它效果就沒那麼好 那ZenGimbo既然是華碩官方搭配ZenFone 7來發表的 官方有表示他們有針對ZenFone 7做完整的測試 所以我覺得重量重置方面搭配ZenGimbo 你就可以不太需要擔心這方面的問題 可以比較放心 那這邊我建議啦 如果你要選擇你要3000 還是你要電子三軸穩定器 我建議如果你有拍影片的需求 而且你確定你拍影片的時候 會帶著這個三軸穩定器的話 那你就選擇三軸穩定器 或者是你很有信心 你跑完流程以後 你很有信心把ZenGimbo轉賣可以賣超過3000 那選擇9月份的活動會是比較好 反之如果你就是想要更便宜一點 然後簡單一點 當作是用24,990買到ZenFone 7 Pro的話 那就趕快在8月31號之前下訂 或是大家有其他想法 或是比較腦洞大開的做法 可以在留言和大家討論 那目前呢 官網點選兩款機型呢 雖然都可以點選比較 但是你實際點進去以後 它的比較資料都是空的 那詳細規格我們就列在這邊 其實首先你會發現 兩者的規格是差不多的 第一個就是處理器啦 從S865升級到S865 Plus 那效能提升大概是10%左右 我覺得這個對一般人來說 你可能日常上是不會感覺的出來的 那第二個就是容量 儲存空間的容量 從128GB提升到ZenFone 7 Pro是256GB 這個就對 如果你有在拍影片 尤其 哇現在可以支援8K 30 或是4K 120 這個影響就會很大 容量大一點 唉真的比較放心 那第三個就是RAM的部分 ZenFone 7的話有6GB跟8GB的版本 那ZenFone 7 Pro是8GB的 ZenFone 7的8GB可以升級這件事情 我們後面再來講 好那第四點最重要的 我覺得真的是最重要的 就是OIS防手震 光學防手震 因為Pro版的主鏡頭和望遠 這兩個鏡頭它是有OIS的 但是ZenFone 7三個鏡頭都沒有 只能靠EIS 手機如果配上了OIS 那個升級是應該很明顯的 如果你有在組裝桌機的話 那就像是你用硬碟升級到了SSD一樣 那個使用感受會非常有感 那哪些人你會需要買到Pro呢 我覺得大概第一點就是 如果你錢太多 你就覺得我一次就想買到宮頂 我要尊絕不凡 那27,990對你來說 可能也不是什麼負擔嘛 或是你就是想要支持一下華碩 那第二個就是你對效能有極致的要求 你就是想要S865 Plus這種尊榮感 然後效能你覺得多10%我就是會用得到 那你也可以買Pro 那第三個我覺得比較務實一點 就是你覺得內建容量你就是要256G 因為中低配的它都是只有128GB的ROM 那至於哪些人會需要256GB呢 我覺得就像上面講的 如果你有在大量拍攝高畫質 而且是高更新率的影片 那你就會需要很大的容量 那如果你只是拍照片其實真的還好 拍照片的容量真的沒有很大 那第四個如果你是經常拍照錄影 而且你強烈希望有OS的話就是光學防手震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真的是最大的誘因 因為我們工作就經常拍影片拍照片 而且出門有些場合 我就是不想帶三周穩定器啊 那有OS內建的光學防手震 這個對畫面的幫助會非常大 那哪些人你可以買入門款呢 那如果你覺得你的預算不多啊 那21900的6GB 然後128GB ROM的這個版本 對於一般人來說真的是非常夠用了 而且拍照畫質也還蠻不錯 感光元件都跟Pro一樣啊 只是插在這個光學防手震而已 那如果不是因為工作 我們一天到晚都要拍錄影 然後拍產品的話 對我來講我覺得21900這台真的已經很夠用了 而且即便128GB不夠用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記憶卡提高容量 像是一大堆的歌啊 可能幾十GB啊 一兩百GB的歌 或是電影 你就放在記憶卡裡面就好啦 因為這次ZenFone 他還是保留了記憶卡 非常棒啊 耳機孔都拿掉了 但是記憶卡還是給你保留下來了 第二點 我的看法跟同事阿湯的看法 就非常不一樣了 我認為一般人不太會用到超過6GB的記憶體 但是阿湯認為8GB還是有一定的客群 那在這個就先不講 我們就講另外一個部分好了 此外我就覺得 ZenFone 7 6GB到8GB的價格 居然到2000塊耶 然後仔細看規格這兩款 就真的就只有差在記憶體耶 差2GB的記憶體差2000塊 記憶體有這麼貴嗎 1GB要1000塊喔 如果今天這個規格是8GB 256GB 即便價格的價差是到3000塊 而變成如果說24990的話 我都覺得這樣是比較合理的 當然在我設定的這個條件下 就會變成覺得說 記憶體和儲存容量會達到ZenFone 7 Pro 但我覺得CPU如果可以變成S86 Plus 然後有OIS 這個對我來講值3000塊都非常合理啊 那我就會覺得 其實8GB 128這個規格真的是多開出來 它也沒有讓我覺得ZenFone 7 Pro比較便宜 或是ZenFone 7比較划算 我純粹就是覺得這個規格 到底是誰會買我也蠻好奇的 在ZenFone 7推出之前呢 我們有做一部影片 然後是在預測評估 ZenFone 7會推出什麼樣的規格 那裡面有些是獨家的猜測跟看法 也證實我們真的是猜對了 所以ZenFone 7的規格大概怎麼樣 八九不理時我們也知道啦 但是我覺得當下看到這個機器 然後看到規格看到介紹的時候 我是還是有被感動到 我覺得這一年多來話說 真的還是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雖然它比ZenFone 3還要晚推出 但也讓我覺得這個真的有值得 那另外就是對於整體ZenFone 7的定價 其實以ZenFone 7 然後它搭載S865的處理器來講 在市場上不會以台灣市場來講 不算一個特別特別高單價的耶 它其實還蠻便宜的 目前可能市場上比較有名 比它便宜的可能只有一款而已 那此外當然5G晶片 所以大家都漲價了嘛 這次單價也攀升了不少 那我個人會比較希望是有 S765比較中階的處理器 但是也夠用非常夠用的 然後配上翻轉鏡頭 然後有OS 這樣價格就可以有更便宜的選擇 我會覺得這樣是更有攻擊性的 不過華碩也有說 因為現在ZenFone他們主打的客群是 頂級玩家還有攝影愛好者 所以這次全部的機種都已經上到S865的旗艦處理器了 那之後會不會有中低街舞 我是非常期待啊 希望是可以推出囉 那有關ZenFone 7跟ZenFone 7 Pro的評測 還有相關的周邊配件 我們也會盡量找時間把它做更完整的介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要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